大家好,今天我来讲授在金融市场投资中出现的本土偏好的现象。 诺贝尔奖得主马克维兹指出分散投资有利于降低风险,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可是在实际中,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普遍存在着本土偏好的倾向。 他们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本国、本地、甚至是本公司的股票,而并没有投资太多与本区域相关度低,能够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外国股、外地股。 本土偏好的第一个表现是本国偏好,投资者将绝大部分资金投资于国内市场,而只将小部分资金投资于海外市场。 早在1991年,对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几个金融市场的投资者调查,就发现,这几些国家上市公司股票的主要持有者都是本国投资人,投资者很少将资金投资到海外市场。 当时美国股票总市值约占全球47.8%,却有93.8%的本国资金都投资于美国股票。 研究还发现,投资者对本国的股票普遍过度的乐观,对比预测未来收益率,各国投资者预测本国股票的收益率都是最高的,展现出了对本国股票的过度乐观。 传统经济学家解释本国偏好存在的原因在于,跨国投资存在着制度障碍。 有很多限制投资者对外投资的客观因素,比如资本流动的限制,国家之间交易成本的不同,税率的不同,以及信息的高成本。 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完全不存在这些客观的投资障碍,股民同样会偏好那些公司总部距离自己居住地更近,更有地区特征的股票。 这个现象被称为本地偏好。 本地偏好是指在国内股的选择中,大量资金投资于公司的总部距离自己较近的公司。 几十年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统治着美国本地和长途的通信业务。 美国联邦政府对它提出了昂贵的反垄断诉讼。 为了解决这一诉讼,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于1984年1月1日将本地的电话业务剥离出去,成立了区域的贝尔公司。 而原AT&T的公司股东得到了保留长途业务的新的股份,以及七家区域贝尔公司的股份。 投资者在决定应该保留哪一部分的区域电话公司的股份时,理性的人应该对每一家区域的贝尔公司经济前景进行仔细的分析。 但是研究表明,在AT&T解体12年后,许多投资者仅仅简单地保留了本地的贝尔公司股份。 很多经营良好,快速成长的区域的股份被卖出,本地的股份却保留着。 朱宁教授也利用5万名美国投资者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 投资者的资产组合的公司与投资者的平均距离比市场组合中所有公司与投资者的平均距离要近160.8公里,或者说近9%到11%。 我们也有研究发表于实证金融学杂志。 我们通过对东方财富网古巴,从2008年7月到2010年6月,2000多万条留言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投资者非常乐中于讨讨论那些公司总部距离自己最近的公司,离得越近,讨论得越多。 本土偏好的另一方面,是人们持有很大比例的本人所属的公司股份。 虽然说员工持股可以提供有益的激励,提高生产的效率, 但是员工本身总财富有太大一部分与雇主的股票相挂钩, 他们就会面临一个严重的分散化不足的问题。 比如,当安然公司破产的时候,许多员工不仅丢了工作, 自己的退休资产还化为乌有。 但是研究发现,许多员工将50%的退休金投资于本公司的股票。 行为金融学家对本土偏好给出的解释是熟悉偏好。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喜欢自己熟悉的事物, 但是这种熟悉,同公司的基本面信息没有关系。 投资者对熟悉的股票有较高的满意度, 他们相信这样投资的风险比较小,有更高的预期收益。 熟悉偏好会导致投资者错误地相信熟悉的公司比不熟悉的公司有更好的投资机会。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熟悉偏好来自于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 芬兰的官方语言有两种, 芬兰语和瑞典语。 研究者发现,自己说芬兰语的投资者喜欢使用芬兰语发布公告的公司, 而瑞典语的投资者喜欢用瑞典语发布公告的公司。 说芬兰语的投资者偏好与说芬兰语的总裁领导的公司, 瑞典语的投资者偏好说瑞典语的总裁领导的公司。 而传统金融学家认为本土偏好存在的原因在于信息优势。 投资者更了解距离近的公司, 可以向公司的雇员、管理人员、供应商交谈, 可以从本地媒体了解到公司的重要信息, 也更容易获得内部的信息。 有研究发现,基金经理在本地投资上每年平均可以多赚2.67%, 而基金经理回避的本地投资每年低于平均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了本土偏好, 这又一违反传统金融学的现象。 请你思考一下, 传统的金融学家和行为金融学家都给出了本土偏好的相应解释, 你更着支持哪一方的观点呢? 如果你需要证实你的观点, 可以怎么做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